渤海某海域 辽宁舰甲板上 一架架殲-15战机正蓄势待发 随着起飞助理做出航母Style手势后 起飞站操作员谢桓 快速按下按钮 释放指动轮档 殲-15战机冲向海天 这次任务中 我和战友们密切协同 不断优化放飞保障流程 把每一次都当成 第一次放飞保障时的状态 安全 高效地放飞每一架飞机 这也是我们航母舰员的 使命与责任 对谢桓来说 每一次战机的成功起飞 安全着陆 都是对它最好的认可 2011年谢桓大学毕业后 报名成为执招士官 十年前 从海军航空兵部队 选调至辽宁舰 与航母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作为一名航空保障舰员 我有幸见证 一架架战机 在辽宁舰上 唤雨震翅 从除鹰脱胎战鹰 从近海飞向远洋 从上舰走向战斗 和战友们经历了 一次次的重大任务 感觉非常自豪 十年间 谢桓经过了多个岗位的历练 每个岗位都需要 三个月以上的训练周期 经过考核合格后 才能见习下一个岗位 如今 谢桓已经成长为 独当一面的保障兼兵 但他仍然对第一次 作为舰袭指动轮档检查员 在甲板上保障 印象深刻 当时空档的甲板上 只剩即将起飞的一两架飞机 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 都集中在该怎么办 出现特勤怎么办 飞机进入全加力状态 我们要给出好的手势 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是距离飞机发动机 最近的岗位 直接感受飞机强大的尾流 放飞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要跳出来了 面对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 尾喷口的炽热尾流 曾经只能在电视和网络上 看到的航母style动作 如今就近在眼前 但经历了更多次 飞行保障之后 谢桓反倒感觉害怕了 后来了解的更多 也想的更多了 现在每次都会害怕 害怕出差错 出现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情况 其实一些老同志 给人的感觉很稳 但预先也想到了很多情况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谢桓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将保障工作 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尤其在成长为班长骨干后 一方面要学习更多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也要承担管理压力 每一次出海 谢桓都带头 仔细检查班里执掌的装备 一遍遍地细化保障方案 保障的时候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我的注意力都在甲板上 在眼前的装备上 装备看似冰冰冷冷的 其实它也是有温度的 你对它好 它也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2018年 谢桓迎来了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 南海大阅兵时 以辽宁舰为核心的航母打击群 首次亮相 展示了向海图强的澎湃势头 谢桓在辽宁舰宽阔的飞行甲板上 和近千名战友整齐列队 光荣地接受习主席的检阅 我有幸被选入接受检阅飞机的放飞小组 我的岗位是指动轮当检察员 这次接受检阅是我一生的荣耀 这些年 谢桓与辽宁舰一起 经历了渤海湾刺骨的寒风 南中国海火辣的烈日 西太平洋倾盆的大雨 随着放飞舰载机架次不断增加 谢桓和战友们的保障经验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自信 同时舰载机驻舰数量单日飞行架次 起飞和回收效率不断提升 辽宁舰波澜壮阔的航迹 必将驶向更远更深的海洋 我们放飞的战机越来越多 而战机再次出动准备的时间 也在不断缩短 当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时候 感觉非常骄傲和自豪 在舰行强军目标的新征程上 我们要努力实现更多的个人奋斗目标 有更多的突破和飞跃